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们继续讲山水化色色原则 今天我们讲原则之六 山水化色色原则之六就是上颜色的时候 不能急于修成,一步就算够 这样容易把画面搞得不那么透明 所以说原则之六就是上颜色的时候 宁可淡,也不能够浓了 所以说什么意思呢 宁可,就是上颜色一定要淡 不能一次就融 淡可一层层染,一次次染 最后呢,达到什么时候呢 达到身后明镜的效果 一定要两遍,三遍,多遍去照染 一遍一遍的去照染 那么为什么不能一次性上足呢 深了,上足了,容易无法挽救 很容易造成浓堆厚实,逆质庸熟 逆质,对质的那种色 幽俗那种毛病 所以说呢,要淡染,层层染 染到十度为止 但是这种现象呢,像现代画家 现在画画一般都犯这种毛病 一次性上颜色 这是我们讲的,原作之六 原作之六 要注意这个,凝,然后凝,蛋 好了,我们在实验中呢,去表现去 好了,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再说,凝,蛋